我们接下来这个资料报表 我们虽然已经做了 做到这个地方 但是我觉得假设分三群 是不够的 也许我可能会觉得分成四群 或五群会比较好 如何修改这个群数呢 当你点选这个地方 是没有修改群数的 点什么都没有 反正就要点这边就对了 点这边 滑鼠右键 这边有一个编辑重集 编辑重集 然后接下来把这个三 例如说改成五 三改成五 这样可以了解 好 那我的课程安排是这样子的 你到时候要学会 为什么三群的时候 这三个会在一起 那条线画在什么地方 你要理解这个概念 不然的话 我觉得蛮可惜的 好像没有教你到 真正让你懂 我们机器学习太多种了 不要每一个都懂 但是你只要会其中一项 知道这个观念 有兴趣回去再做其他的研究 好 最后我点确定 你可以发现这边这是一群 这是第二群 他们把这一群 是不是又划分成这个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差别的 他当然还是以销售而来去做划分 好 点一下他 跟点这一个 你当然应该会发现一件事 他不会这么聪明的 就是我刚刚是不是跟你讲说 他这一群 中间这一群呢 如果我会希望他是属于 但是年初2008跟我比较往来密切的 还是2009跟我往来密切的 对不对 但是他不会这么聪明的去划分 可是至少 至少这边是会分成五群了 第一群在这边 第二群 第三 第四 第五 滑鼠右键 编辑重集 这边都有相对应的重集 好 放心了 这里面还有很多是可以值得 我们再去学习的 好 画面还给各位咯 请你们动手来去做群集的修改